這次我會住在OMO5京都紫園 就是星野集團的一間酒店 我現在去Check-in 請大家訂閱訂閱試美德 我們現在去Check-in 進來看到很古色古香 有些用木的裝飾 進去Lobby大堂 就會見到他們最有名的 就是介紹附近景點的畫 我之前住過在京都另外一間OMO5 那間就在四條那裡 他們都是一樣 樓下都是會有一些畫介紹附近的景點 這裡就是酒店的Lobby 跟外面一樣 每一間酒店OMO5 都會在Lobby列出附近的景點 這裡有些食物 有酒吧 有些手信店 和食物等等 我們來到這一邊 就是有個Vending Machine 這裡有冰機 有水機 那Vending Machine 就有些果汁賣 還有些茶 有些果醬 這樣 這裡有些紫圓花街的裝飾物 有墊 有些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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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些花 應該是頭花 那應該就是 另外這裡就是有些睡衣可以免費借用的 可以看到女士就是有one size 然後男士就是LL 那就是有他們的酒店品牌logo在這裡 還有這裡就是有牙刷 剃鬚 棉花棒之類的物品可以拿 這樣去房間那裡 就要經過一個閘 就要拍卡 才可以有 進去搭升降機的位置 那這裡就是搭升降機的位置 在電梯裡面就可以看到 酒店就提供了一些活動 那譬如好像這個提租的燈 這個就是早上一個油紙圓的活動 那好吧 我們現在來個room tour 那一進來 這裡就是我來擺行李的位置 那有掛衣服 那另外左邊有一塊鏡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廁所 日式酒店的身形的廁所 那這樣 然後進去房間呢 就是一個open area 這裏就有個 升盤 那有水啊 有水煲 那另外這邊呢 會有個微波爐 雪櫃 那這裡是隔板 那我們這裡下面呢 是一些儲物的空間 那有紙巾啊 洗手液那樣 那另外這一邊呢 就是 洗澡的地方了 那首先看到 那首先看到 會有一個洗手盆 有塊大的鏡 那接著裡面呢 就是 很大的浴缸 那連著這個淋浴間 那它自己用回自己品牌 星夜集團的洗澡 洗頭 護髮素 那樣 跟著來到 廳的部分 那就是 雙人床的位置 那雙人床不算大 但是周圍都有少少空間 那地下呢 就是一些 沙灘的地方 那另外這裡呢 就有個 沙發 就是在貴妃爾 的地方 那電視就在這個沙發 這裡看著了 那這裡呢 可以就有個工作桌 那外面呢 看什麼景呢 應該不是說特別太 那這裡呢 那外面呢 看看看看什麼景 都是街景來的了 有條縫就看到外面的街 所以其實 警官來說 就沒有的了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燈仔 有光暗教的 床那裡呢 都會每邊 有回 一個 閱讀燈 就有個插頭 可以用來充電的 那也有個USB頭 那光暗都可以調教的 那兩邊 同樣都有一套的 那這裡呢 我們看到一個盒 是什麼來的呢 打開呢 就看到 其實是一部麵包機 來的 因為這個酒店裡面 其中有一些套 就是會跟麵包 給你自己 用來焗的 但是我們 就沒有跟這個套 這個套 那這個就是 收拾機 那房間就是這樣 這個room tour 那這裡呢 就有一些茶 是季節的茶 那有玫瑰果茶 還有 蜂蜜烘焙茶 兩種 那就是這些 茶包來的 那開的時候都聞到很香 那些茶葉味 那我這裡也做回個紀錄 那我們來的時候呢 就剛剛正直呢 就是颱風10號 吹襲日本的 那昨天就 登錄了 那所以呢 剛才 我們下機 你可以看到 那天氣其實 都拓賴 是很好的 那就希望這幾天 不會太大的 不好天 對了 那房門是用電子鎖的 一按 就開了 那我們這個樓層呢 就有洗衣房的 那一進來 其實就看到 很乾淨 很乾淨 那有四部洗衣機 那又有個 自動的Counter 那控制 有兩部洗衣機 兩部乾衣機來的 那你就在這裡 控制這個機 這樣了 蠻好